下一個節目是玩轉廚房 大家好,我是飲食工會理事長蘇偉良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抗液湯 這是雪耳鮮淮山番茄肉片湯 材料有雪耳,浸在這裡已經開了 有兩個番茄,有些鮮淮山,有些豬肉,有些薑 現在教大家做了,開始 雪耳浸了之後,我們就把它改適 我們自己用的大小的鍵素 這裡有少許多,我們有一半就夠了 雪耳有腳在這裡 我們要把腳那裡改出來,因為它很硬 這樣就不要愛了 然後把雪耳改成小塊,不要太大塊 這樣就OK了 我們就把雪耳改了 第二,我們要把番茄去腰 這個番茄,我們是不愛定的 這個番茄,我們要把狼也不要緊 這個番茄,我們要把狼也不要緊 這個,這個定的,很硬,我們不愛 所以,這些根,我們就要改成小塊 比較厚,我們可以把片削 這些片,可能是,我們做廚房 就走樓,容易搞些 家人,可能就不要那麼危險 切到很小塊都算了 這個番茄,我們先刨皮 這番茄,我們先刨皮 這番茄,大家要刨皮 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們怕敏感的 就要拿來包包 他們刨皮 我們做廚房就習慣了 所以就不要緊 那些魚的地方,我們刨皮 不要愛 看到這些地方,我們刨皮 不要愛 現在我們六個人吃 一條茄,應該都夠了 這樣,我們就切一段段 我們就 因為這個湯,我們怕它有少少少寒 所以我們會少少薑片 那些料就備好了 我們稍後,就會去煮這個湯 未煮之前,我們先將肉片 我們就先用鹽味糖醃一下 那些肉,我們就這樣做是沒有味 會很粗的 我們就加少少少鹽 再加少少鹽 讓它有些鮮味 再加少少鹽 再加少少鹽 讓它有些鮮味 雖然滾湯 但也可以加少少鹽 那我適當呢 就加少少水 再加少少鹽 再加少少鹽 再加少鹽 這個肉片拌勻 大家看到了 這個肉片拌勻 已經有了 又有味道 又有生粉 讓它滑一點 等下我們用來煮湯 好了,我們的東西都已經好 我們過去對面 就預備煮湯 好了,我們就備了一些 雪耳,淮山,番茄的材料 我們預備煮湯 那怎樣煮湯呢 我們就先煮一些水 那些雪耳正正浸起的 我們怕它有些不乾淨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煮一煮湯 先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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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 現在就煮湯 先煮湯 先煮湯 因為我們都怕番茄 其他東西都會有腥味 所以我們會燒一隻鑊 先加少少鹽 先加少少鹽 再加少少鹽 把生薑放進去 把生薑出了些少少香味 我們可以加入番茄 把番茄一爆爆 它就沒有那麼大腥味 好了,接著我們加少水 好,接著我們加少少煮湯 再加少少煮湯 然後可以用大一點煮湯 先煮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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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用些肉片 是滑肉片 所以我們先煮湯 先煮湯 如果煮湯 把肉片一起煮湯 就煮湯 讓肉片不能吃 所以我們用些快煮湯 用這個後下的方式 因為雪耳會比較硬 和營養出來的 所以我們先滾一段時間 等淮山和雪耳出了味 我們先放肉片進去 現在預備等湯滾 湯滾到差不多了 雪耳就淋了 淮山開始淋了 我們先調味 先調味 加一點糖 還有番茄 加多一點糖 加一點雞粉 因為它是清湯 會淡一點 讓它更好吃 滾的時候 大家看到番茄出了些顏色 很漂亮 蛋白質離起來 只不過是植物蛋白質 然後我們會加肉片進去 吃的時候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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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之後 就不要動它 先滾一滾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你這麼快動它 粉就會消掉了 讓它稍微凝固了些生粉 讓它表面那一層 然後我們先慢慢拆開 那些肉片 保證那些生粉 一放進去 就不要吃豬肉汁 這個湯很快 因為我們吃了肉片 所以我們就調味道 在肉片裡面 現在這個湯一滾 基本都熟了 肉片就 那些肉片熟了 待會我們就關火了 如果不再滾肉片 就會粗糙 就會不好吃 就可以了 可以了 那我們呢 這個湯呢 這個湯呢 小孩子喜歡吃了 有些番茄 顏色又很美 有抗疫期間 吃這些雪耳 大家可以補充一下體力 淮山也很有營養 這個淮山雪耳番茄肉片湯就做好了 謝謝大家